《港區國安法》 因涉嫌違反《港區國安法》 而遭警方通緝的前香港眾志常委羅冠聰 聯同以流亡英國的許智峯和張坤洋 發公開信要求西方國家圍堵中國 除此之外,羅冠聰在週三舉行的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會上 與同樣因違反《國安法》而遭通緝的香港民主委員會行政總監朱牧民都有發言 兩位通緝犯繼續示意抹黑,黑求美國庇護香港人對抗中國 羅冠聰指,中國實施《港區國安法》的目的 是鎮壓港人的言論自由和示威權利 以及製造廣泛的心理恐懼 羅有形容香港的情況惡化 祝使更多政治人物和年輕專業人士離開香港 希望民主社會為受政治迫害的香港示威者提供安全出路 朱牧民則表示,香港曾經是內地民運人士流亡的避風港 而香港人正急須另一個避風港,特別是反修例示威中被捕的過萬名港人 朱牧民更強調,美國籍庇護港人將獲得他們的知識、技術、金錢等好處 而他們亦都能夠在海外繼續對抗中國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兼執業大律師馬恩國 斥議人的行為喪心病狂,只即使沒有《港區國安法》 在香港亦都沒有觸犯暴動、傷人、縱火和非法集結等刑事罪行的自由 他更反問,如果同類行為在美國發生,都會被檢控和制止 馬恩國又質疑聽證會並非公平公正 美國只是想藉香港政客的口,更有力地抹黑中國內地和香港 從而站在國際社會道德高地 為何他這個聽證會不找一些我們認為是在政治上愛國、愛港的 或者在政治上比較持平的人去做這個聽證會呢? 就是因為他們這個國會需要只聽到反對香港、反對中國的聲音